新的主題是濡洋之戰 大家好我是紅茶 那今天來介紹一下新的主題是濡洋之戰 濡洋之戰首先就是看他三隻橙色的武將 他三隻橙色武將分別是典尾 典尾的話他的兵種是有並周期槍兵跟虎奔衛 然後覺醒技是受到傷害時80%機率和自身害對方施加決鬥狀態 使對方減少一點怒氣自身回復一點怒氣 那這一版的話我覺得他就是在降低怒氣的部分 去做一些提升還有重點這樣子 那他也是並周期 並周期的話 並周期他就是減少一點怒氣 然後這隻呂布是敵軍減少怒氣時 有100%機率進化自身不良狀態 並額外行動一次 所以這一個的話可以搭配一些什麼 降怒甘寧陣啊或者是像 閃避陣 閃避成功的陣 都是可以去搭配的 那成功喔 講到剛剛成功降怒 這邊來試試看 他還是變軸型魔士跟騰甲兵 覺醒技的話是受到 武將傷害時對 怒標造成240%的傷害 OK那這個比較像是 武將技能喔 就有點像是之前像薑薇阿 他是可以受到武將技能傷害時 可以有機率封贏 那他是造成對方傷害 算是一隻坦的角色吧 那再來的話看他的主題技喔 蒲陽之戰的主題技的話是 兩名同時上場增加15% 然後四名的話初始怒氣加1 所以這些很多惡怒的角色齁 在主題技的時間 直接就加 直接就是惡怒了 可以直接發招 那再來是六隻蒲陽之戰齁 是激活技能的是 回合開始時50%死 敵軍降低1點怒氣喔 60%回復自身怒氣 呃這個的話就是可以 我覺得這裡面全部弄起來 降低敵方1點怒氣 就可能是像呂布 我覺得這三隻裡面呂布應該是最強的喔 因為如果開局就直接降低怒氣的話 呂布就可以直接動 直接先動了 那點尾的話 就有點像是 SP太史詞的那種概念喔 好 再來喔看一下就是那個 主題的指將齁 主題指將齁 可能很快速的給他帶過去喔 這一隻是夏侯敦 然後他冰種齁也是都是變州期疼假兵 這隻是夏侯淩齁齁齁 全體連環齁齁 這隻是月鏡 他的冰種齁齁都是變州期齁齁 所以這一次是完全圍繞著變州期的 來做主題的提升齁齁 這隻叫薛蘭 沒有聽過的人 也是變周期 恢復病例 獲得30%減傷 離點喔 離點是增加傷害100% 然後暴擊也獲得50%傷害減免 也是變周期 曹操 曹操這隻曹操是年輕時的曹操吧 長得蠻帥的 造成前排100%的傷害 以其恢復一點怒氣 還是變周期加間諜 張苗 張苗的話對隨機武將造成200%的汽車傷害 變周期 我就快速帶過 這隻怎麼 只叫好像還蠻多的 恢復己方數牌 並恢復一點怒氣 那這個也是變周期衣冠 也是補血的 他叫李鋒 沒有聽過的人 陳鈺 陳鈺的話恢復己方最少很多都是 補血的 那也是變周期 還有衣冠 補血的 最一隻是巡迷 巡迷對敵方全體造成180%汽車傷害 恢復一點怒氣 變周期跟魔石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不可惡 往左邊 叫做